而且一家终于住进了大房子 家里又喜甜心丁 本该是幸福的象征 却因为一起诡异离奇的死亡案件 把这状理想之家变成了恐怖之家 这是由翟腾公指导 胡阿田正孝耐续主演的惊悚影片 甜蜜的家 听说老公要买大房子 妻子兴奋的像个孩子一样 现在的住处实在太冷 女儿也因此总是感冒 一家三口来到中介公司 妻子还担心销售会不会缠着他们购买 该用个什么理由拒绝 可当他看到样板坚实 以下就被吸引了 屋子里不禁暖和 还是智能家居 使用平板一键就可操控 更被中介公司吹捧为魔法之家 眼镜哥也说明了屋子暖和的原因 在地下室有一个超大的空调 会将各个房间的空气净化循环 所以才会让屋子一直保暖 眼镜哥特意让阿贤参观了地下室的空调 听说阿贤是一家三口 他还请求阿贤 如果装修房子一定要让自己负责 可阿贤的眼前却突然变得扭曲 仿佛看到有人在狠狠踢着地上的孩子 随后便昏了过去 原来阿贤有密闭空间恐惧症 醒来后工作人员立刻送来了热饮 销售也在一旁添油加醋 他也买了这种智能家居 自己女儿的睡眠质量也变得特别好 而且地下室的空调有专业人员负责维护 并不用阿贤经常出入 房间里还配有监控摄像头 这样就算做家务 也可以观察孩子的一举一动 看到女儿在温暖的房间里睡得很香 夫妻俩也对这种房子非常满意 于是他们买下了一块地 并委托中介公司帮忙建造房屋 而一直负责他们的销售本田小姐 更是请求自己亲自设计建造 他有一级建筑设计师的资格 保证帮阿贤一家建造出最理想的房子 不过阿贤离开中介公司后 眼镜哥却拦住了他 想要帮阿贤推荐几位优秀的设计师 可阿贤却直接婉拒 他们已经委托给本田小姐了 这样没接到生意的眼镜哥 难免有些失落的感觉 而就在这天的晚上 阿贤婚外恋的惠子 也正式跟他提出了分手 惠子也想找一个老实人嫁了 房子即将竣工 妻子任美也怀上了二胎 他感谢本田小姐设计了这么好的房子 两人谈论起孩子更是话题不断 就连本田都说 任美一家绝对算得上是最理想的家庭 老公在外赚钱养家 老婆在家相付轿子 还有个可爱的女儿 第二个宝宝也即将出生 本田有些感慨 像自己的家庭 抚养两个孩子还是很吃力的 阿贤一家终于住进了新房子 小雪也出生了 任美还请来朋友做客 看到这么漂亮的房子 朋友们也都是一脸的羡慕 阿贤却突然接到了一条视频 正是分手已久的惠子发来的 里面是他和惠子在夜里偷偷见面的录像 他跟任美谎称公司有事要赶紧去 任美也让他去一趟中介公司 陛下室的空调最近噪音有些大 阿贤出去先给惠子打去电话 才知道是有人将视频发给了惠子的老公 惠子老公非常生气 不过还没有闹到要离婚的地步 阿贤甚至怀疑是自己妻子发的视频 不过惠子觉得应该不是 如果是任美也没必要都这么大圈子 一定是跟自己有仇的人 等自己有了家庭后 才能给自己最大的伤害 他先调查看看 如果有什么消息再联系阿贤 阿贤来到中介公司申报维修 眼镜哥却突然问阿贤是否家里人有什么事 而且接下来的话更是让阿贤起了疑心 现在阿贤怀疑是眼镜哥发的视频 一定是因为当初自己没把设计交给他 所以他才想要报复自己 眼镜哥并没有回答阿贤的问题 阿贤只能郁闷地回到家里 正好赶上任美的朋友离开 他的小孩却奇怪地指了指他们的房子 两人有点一头雾水 还以为是小朋友有点不舒服 晚上任美做晚饭的时候 本田小姐却突然拜访 对今天眼镜哥的做法向阿贤表示道歉 上门急事客 尤其看到本田还给女儿带了小礼物 人们也邀请本田留下来吃晚饭 可此时眼镜哥却在门外不远处 阴沉地盯着他们的房子 第二天警察小柏找到阿贤 询问他昨天为什么会跟眼镜哥发生口角 阿贤解释道 因为自己家房子设计没让眼镜哥负责 所以他一直记恨在心 每次见面总会找麻烦 不会就因为这点事 对方就报案了吧 那可真有点小题大做了 可接下来小柏说的话 却让阿贤慌了神 眼镜哥昨晚在阿贤家附近 被人勒死在树丛里 当然警方并没有怀疑阿贤是凶手 只是要找他了解下情况 阿贤下班后与惠子见了面 如今的惠子面容憔悴 那个人已经将视频 发给他老公的单位和老家 老公已经离家出走了 而他每天还会接到几十通的骚扰电话 他现在心态都已经几乎崩溃 看着又打来的陌生号码 阿贤拿起接听了电话 可对面却没有任何声音 过了一会儿才传来一阵音乐声 阿贤好像在哪听过这种声音 他突然想起来了 那是女儿玩具的声音 难道真是自己的妻子 阿贤差点喊出声 急匆匆地朝家赶去 任美却冲过来抱住了他 自己被吓坏了 刚才有其他人在家里 阿贤掉看了监控 并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可任美却一口咬定 他感觉到肯定有人在盯着自己 几天后 阿贤的母亲和大哥来家做客 大哥因为从小就被父亲殴打 所以精神方面有一些问题 不过他好像很喜欢小孩子 一直盯着摇篮里的小雪 眼神也很是柔和 女儿抄抄着非要吃乌冬面 奶奶溺爱的就要出门去买 毕竟超市离家太远 任美只能放下碗筷 陪着婆婆去附近的超市 女儿也去一边玩了 屋子里只剩下兄弟二人 两人之间也有了一些莫名的对话 因为大哥精神不好 所以他说的话阿贤根本听不懂 他总是说有人在监视着他们一家 也只有他才能保护这个家 阿贤试探着询问大哥 是否还有父亲的消息 如果知道的话 一定要告诉自己 原来阿贤的父亲有严重的家暴 总会殴打他们母子三人 所以母亲才带着两个孩子 逃到这个城市 母亲也庆幸阿贤认识了人美 才让他从原生家庭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阿贤只顾照看着小雪 却发现女儿突然不见了 他喊了几声也没有回应 就连监控里也没有找到女儿 他突然意识到女儿很可能去了地下室 可他打开门喊女儿的名字 还是没有回应 地下室是他最不敢去的地方 可为了女儿他还是走了下去 漆黑狭小的空间 让他有种窒息的感觉 他也终于在一个角落 看到女儿正在那里摆弄着玩具 他终于放下了心 可拉着女儿回去时 那种扭曲的感觉又开始了 他浑身无力意识也开始模糊 躺在地上也逐渐失去知觉 幸亏大哥的出现 才将小侄女和阿贤救了出去 大哥告诉阿贤 那家伙盯上了他的女儿 要不是自己发现得早 小丫头一定被拐走了 阿贤内心压根就不信 他可知道 大哥说话从来都是胡言乱语 女儿不过是误进了地下室 被吓到了而已 可大哥好像突然听到什么声音 不声不响地走到一屋间 然后又开始风言风语 对于疯疯癫癫的大哥 阿贤内心有点无奈 他也没什么好办法 第二天解园小柏又找到了阿贤 想要跟他谈谈惠子的事 小柏知道阿贤与惠子 有过婚外情的经历 最近惠子频繁得到恐吓 所以他问阿贤是否清楚这些事情 阿贤当然知道 前几天他还与惠子见了面 他问小柏是否查到了什么 是不是那个眼镜羹 录下了惠子和他约会的视频 可小柏的下句话 让阿贤再一次试了神 阿贤真的有些懵了 虽说惠子现在的状态很不好 可凭他对惠子的了解 他不可能自杀的 而且眼镜哥都已经死了 如果真的有凶手 他实在想不出这个人会是谁 不会是自己的老婆吧 此时的人美正在家收拾衣物 他却突然发现 小雪好像一直在看着一个方向 他走到摇篮前 可下一刻 简直让他毛骨悚然 他在小雪的眼睛里 竟然看到了另一个人影 当阿贤回家后 人美的话有些疯癫 他也把自己看到的一切都告诉给阿贤 听说有些东西只有孩子才能看见 因为他们的瞳孔清澈 漆黑的没有任何杂志 所以也会反射出能看到的东西 为什么上次来做客的朋友们 自打那天后水也不来了 就是因为他们的孩子 也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他们都说房子里闹鬼 所以再也不敢来了 人美本来是不信的 可这回连他也深信不疑 第二天阿贤因公出差 要次日一早才能回家 人美让阿贤一定要尽快回来 他自己在家都不敢看小雪的眼睛 很怕看到那个人影再次出现 总算是熬过了一夜 阿贤却接到了母亲的信息 大哥不见了 有没有来阿贤这里 他连忙给人美打去电话 可大哥并没有来 听说阿贤这就要回家 人美还说着小雪昨晚哭得很凶 可刚说到这里 人美却突然发现小雪不见了 到阿贤赶到家 门外已经被警方戒严 阿贤连忙冲进房间 却看到倒在血泊中的大哥 这不禁让他想起了小时候 那个总是护住自己 却被父亲殴打的哥哥 小百姜情况都告诉给阿贤 他叫他安保系统不知道被谁关掉了 人美四处找孩子的时候 突然听到孩子的房间有哭声 等他赶过去查看 就看到大哥背部中刀 蜷缩地倒在地上 可身下面却护着小雪 警方暂时认为 是大哥从凶手那里夺回了小雪 可是血过多 最后还是倒下了 阿贤捧着大哥的骨灰 人美却双眼无神 目光呆滞 嘴里还不停地咚喉着 那个东西不是在屋子里 而是在小雪的身体里吧 不如干脆把小雪带走 这样就不会再看见那个东西了 阿贤也知道人美肯定受到了刺激 他也并没有多想 他将骨灰送回了母亲家 母子二人也沉默无语 突然小百的电话打来 本来他不应该泄露这个信息 不过他有点担心 阿贤一家会再遭到伤害 所以他还是决定告诉阿贤 眼镜哥被杀害的数从那里 监控在事发的时间拍到了一个人 与惠子所在公寓的监控拍到的人非常相似 这个人可能就是录下阿贤跟惠子录像的人 也是杀死眼镜哥的凶手 恐怕跟阿贤大哥的案件也有关系 而且这个人是个女人 与阿贤一家一直有交往 并且与阿贤的房子还有关系 小百的话也只能说到这了 剩下的就要让阿贤自己注意 阿贤的朋友并不多 很轻易就能猜到这个人是谁 他就是中介公司的本田 阿贤立刻给中介公司的经理打去电话 但本田已经几天都没有上班了 而且他还是单身 没有人能联系到他的家人 可阿贤很清楚的记得 当初本田可是说自己有个女儿 住进智能家居后睡眠也是特别的好 心里这才说出有关本田的事情 眼镜哥曾向公司报告过 本田活着自己妄想的世界中 并把自己当成了阿贤家的一份子 他精神开始出现问题时 是在未婚夫撤回身亡之后 那时他已经怀孕 也跟未婚夫买了快递准备健康 可未婚夫却突然离世 最后本田的孩子也死在了腹中 本田恢复后又开始了努力工作 公司也以为本田已经走出来了 可没想到他仍然活在自己的幻想中 阿贤急得连忙赶回家 开始四处寻找本田可能会藏在哪里 他突然想起大哥的一句话 他们到处都是 屋顶也有 地板下也有 于是他打开衣柜 上面果然有一块案板 他打开案板爬上去 里面竟然别有一番天地 原来本田就一直藏在这里 就连里面的监控也与外面不同 他们才只有四个摄像头 可这里足足有九个画面 就连卫生间里都有监控 他们的一举一动 也都在本田的监视中 所以直到现在 他们都没有发现过本田 他就如同一个幽灵一样 跟他们同住在一片屋檐下 突然阿贤听到了小雪的哭声 他连忙顺着声音找去 一直找到地下室 却发现那只是播放出来的一段录音 可当他在想出去的时候 地下室的门却被关上了 本田此刻就在房间里面 已经用平板把温度调到了最高 然后看着阿贤在里面挣扎 阿贤用尽了力气 也无法撞开地下室的门 温度越来越高 狭小的空间让他感到窒息般的压抑 最终还是无力的摊倒在地上 高温警报不断提示 保温系统也停止了工作 本田也拿起一把水果刀 走进了地下室 看到阿贤四肢无力的躺在地上 他也并没有下手 他只是有点想不明白 本田彻都设为旧是个疯子 他只是陷入在自己的妄想事迹 阿贤此刻也出现了幻觉 他好像看到本田正在提自己年幼的哥哥 就像小时候父亲殴打哥哥时 他躲在衣柜里害怕地看着 阿贤突然有了力气 他一点点爬了过去 捡起地上那把水果刀 依然像小时候的自己 冲销了那个伤害他家庭的人 无论是他的父亲 还是眼前的这个本田 本田的气息越来越弱 他也记起了自己曾经的愿望 住在开着白色山茶花的大房子里 有体贴自己 忠诚的丈夫 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这是本田心中一直未完成的梦 梦里是他理想的家庭 所以他要除掉想破坏这些的眼镜格 还要除掉破坏阿贤夫妻感情的惠子 也要除掉突然到来的小雪 他只要一个女儿就够了 这样才能符合他心目中的理想家庭 除掉不符合理想的因素 最后除掉保护小雪的大哥 或者还会除掉以后住进来的阿贤母亲 这样他们一家三口 就可以幸福的生活在甜蜜的家里 警方在后续侦查中 也去认了几件凶杀案 都是本田犯下的 他一直在接近自己认为理想的家庭 终于选中了阿贤一家 然后将自己投影在人美身上 以此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玄关前种下的树 也是本田自己挑选的 那是因为白色山茶花的花语 阿贤又回到了母亲的家 他也跟母亲坦白了自己犯下的过错 其实母亲一直都知道 母子三人为了躲避父亲逃到了这里 可父亲却一路追了过来 母亲从未认为阿贤做错了 他是在保护这个家 所以父亲的尸体 就是母亲自己处理掉的 一切都结束了 一切也应该有新的开始 阿贤接通了人美打来的电话 人美已经跟孩子回家了 他也希望可以跟阿贤回到从前的样子 他正在等阿贤回家 可当阿贤回到家后 却只看到了大女儿独自站在墙边 并没有看到人美和小雪 他上楼去找妻子 却发现衣柜里的暗门已经被打开了 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而楼下的女儿也用小手蒙上了自己的双眼 阿贤爬上了阁楼 人美却抱着小雪背朝着自己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所有事情 也包括那个惠子 就算阿贤跟他不停的道歉 可他的精神事迹早已经崩塌 人美慢慢转过身 脸上虽挂着笑容 可手里的山茶花枝 却在滴着血 阿贤一脸惊恐的捂住自己的嘴 因为他已经看到小雪的眼睛 正在流淌着鲜血 这也没办法 阿贤